酸安佐你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這個世界 隨時有人幫他把事情處理好 其實我倒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 把他放在一個適合他的地方 他將來會發光發熱大有成就的 錯就是錯了 最重要就是不要再做錯事了 這個道歉才有價值 要不然有時候對不起是很廉價的一件事情 酸安佐嗎 其實我倒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 只是說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大家都年輕過 所以你知道你在這個年紀其實是匆忙著迷惘的 而且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父母給他很多的愛 所以他一直在找那個安全界限 他找不到因為愛太多了 隨時有人幫他把事情處理好 酸安佐的父母是從零開始的 所以酸安佐你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這個世界 那當然你比別人得到更多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可以冷靜下來 讓他給他一點時間空間 讓他好好想一想 大家也不要太著急的去給他下定論 我覺得適才適性把它放在一個適合他的地方 他將來會發光發熱大有成就的 錯就是錯了 我相信他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在其他的角色扮演上都扮演得非常好 你看有這麼多人支持他 只是在這件事情上面是真的很不應該 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 這才是面對你人生最好的方式 更何況他還有女兒他還有老婆 我們應該要對社會做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我們做錯事了應該要怎麼樣來凝固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不要再做錯事了 這個道歉才有價值 要不然有時候對不起是很原價的一件事情